拜託大家記得轉子評同時來關心了 中研院院士陳培哲 他不是請辭國產疫苗審查委員嗎 其實陳培哲他真的經歷背景 真的是沒話說 這一回他直指的是這個委員會 他認為沒有辦法維持獨立跟專業 而且他把矛頭指向了誰 指向了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除了曾經是衛福部新要外聘委員 其實呢你來看看他的經歷 專業有多豐富 他的經歷好2006年就當選了中研院院士 專業也不用講了 現任是台大醫院的主治醫師 專業背景曝光 不只在2006年當時這樣子當選的 中研院士也獲頒了國科會 傑出的研究獎 還連三屆真的非常的優秀 他在國內國外真的是得獎無數在專業 沒話說這回他跳出來 來直接把矛頭指向了蔡英文 認為他給了壓力 讓這個整個狀況沒有辦法如此的穩定 好台灣民意基金會 董事長游英龍現在看到這個狀況他就說 陳培哲的政治立場其實綠到出之了啦 很綠啦極綠 而因為呢這個學術的良心 他不惜得罪當局 讓大家向陳培哲願事來致敬 而另外呢來看也有人跳出來講話的是誰 中廣董事長趙肖 他認為陳培哲展現的是學者的風骨 一個是指路為馬的總統 一個是不願意虛意成歡的運勢 好到底誰是誰非公道自在人心 他也痛批蔡英文用全力來領獎專業 蔡英文呢盲目的堅持 害了衛福部 害了食藥署 害了審議委員會 害了委員也害了高端 而這回呢 台灣疫苗採購 到底問題在哪裡 好我們國內疫苗可能有狀況嗎 不知道而國外的疫苗 為什麼卡住了哪一個環節 到底哪一個環節卡嗎 好國民黨立委 鄭麗文在立法院就直接追問啊 他追問院長蘇貞昌 侯海董事長郭台銘 佛光山要捐贈不是很多疫苗嗎 到底卡在哪裡 對此蘇貞昌態度老神在在 一點都不急哦 推說這些單位手上根本沒疫苗 至於被問到中延院院士呢 陳培哲公開表示 國產疫苗的審查 最大的困難就是蔡英文 陳時中呢 他也立刻這個幫蔡英文的 七月底施打來換家 來看他們最新手法 國光山的疫苗 還有郭台銘要捐的五百萬疫苗 到底是有沒有辦法進來啊 國光山已經講 現在還是由政府來啦 那國台銘要 也必須要有疫苗 其實他 我聽不懂 那個院長我早上聽你回答 你的意思是說他沒有疫苗 他沒有疫苗 那你們就騙全台灣人喔 他沒有買到五百萬疫苗 他騙我們 誰 郭台銘啊 你現在說他沒有疫苗 他手上沒有疫苗啊 他要買到疫苗啊 你讓他進來 他是保證可以買到五百萬劑不是嗎 他買不到嗎 對啊 國光山也一樣啊 國光山也一樣 欸院長 你這樣子我沒有辦法喔 佛光山 公然欺騙我們全台灣人民 他們有五十萬劑 他騙我們有 郭台銘騙全天下的人 他買不到五百萬劑 他跟我們騙有 欸 他不是開我們全台灣人玩笑嗎 你說對了不對 委員你扭曲啦 我沒有講他們騙 你剛剛說沒有 你剛剛說沒有啊 我講他要捐喔 像郭台銘 他過去也捐款什麼 他有口袋有錢捐 很好 現在要捐疫苗 是國外沒有疫苗 如果他有手上有疫苗 我們很高興啊 那我們對他的熱心 當然他又不是疫苗製造商 我沒有辦法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貨 那不過我們現在決定不需要在上面一直繞 所以我也請我們CDC 我們直接發電訊去跟BNT問 中研院院士陳培哲說 他也是我們疫苗審查小組 審查委員會的成員 他悍然的辭去了這個位子 跳出來公開說國產疫苗7月絕對不可能做出來 然後我們的總統卻一直告訴我們說 7月就有國產疫苗 連日本政府都說 他們很願意救急台灣 但是台灣7月就有疫苗 這是兩回事 這是兩回事 就我想就是說現在斷然講他一定會成功 或一定不成功 我想都言之過早 他作為一個科學家專家的意見 敵不過總統親自下指導期 蔡總統背書 我們的國產疫苗考試還沒考完 就已經放榜上榜榜上有他 又說7月就可以開始打了 這是為什麼我們的科學家 中研院院是做不下去的原因 科學家還是要講真話 因為他們有科學的這種訓練 那對相關的一個了解 那總統那時候就講是他想打 並沒有說他一定要來上市 他只是抱著講 但問題在這裡 沒有所謂負航任回家公司 委員這樣講不對 總統也沒有背書 政府也沒有護航 中研院院是陳培哲 這回他爆出蔡英文 就是國產疫苗委員會 維持專業最大的困難 媒體人謝寒冰他現在痛批 蔡英文一直以來部署都一樣 先放話再逼下面的人 按照他的旨意來去執行 你蔡英文叫什麼人 你不是一般路人家 你不是我謝寒冰 你是總統 總統講了需要開始供應 請問一下下面的審查委員要怎麼辦 就好像我們已經多次告誡蔡英文 總統 你不要為省先派 你不要什麼事情 你都先表明你的態度 請問一下司法怎麼處理 當初走私案的時候 你就要說那是超買 那請問一下那些檢察官 到底要怎麼辦 很多事情 司法單位正在調查的時候 你直接就定義了 甚至這次高端 到底有沒有人在炒股 你馬上跳出來講說 我們那一部調查 已經沒問題了 請問一下 那檢察官接下來要不要辦 對耶 他的路數都是這樣子 他每次都這樣 先定義 先定下來 我總統就這樣決定了 我管你什麼司法 公正獨立 什麼科學態度 他從來沒在管 他結果老娘說了算 老娘就這樣說了 不管你要怎樣 他態度一直都是這樣子 哪有什麼科學 陳培哲為什麼要出來這樣做 理由非常簡單嘛 他本來是審查委員 可是顯然他受到壓力 因為總統已經嗆名了 我七月就是要過 七月就是要施打 那請問一下 你身為審查委員 你要怎麼辦 如果你要秉公處理 他該過就給他過 不該過就不給他過 那請問一下 你怎麼對總統交代 因為總統已經說了要讓他過 所以是你總統自己違反專業倫理在先嘛 怎麼好意思去指責別人呢 好 總統蔡英文親自打了電話 關切的是新北市長侯友誼 團論的是關於新北市的疫情 對此呢 這回呢他表示萬華區跟新北生活圈是包在一塊兒 才會導致新北市淪為疫情的重災區 另外侯友誼也向蔡總統來喊話 希望中央在疫苗的分配上頭 能夠有戰略思維 先來聽聽他最新說法 前幾天 總統確實有打電話給我 瞭解新北市的疫情 我特別跟總統報告 說新北市的疫情 因為幾個熱氣的地點 剛好是在萬華的作招 萬華18萬人口 我們這邊剛好兩百多萬的人口 所以當萬華開始 疫情嚴重的時候 我們這邊也快速採取了很多的限制性活動 但是也慢慢的擴展到我們這邊來 所以我們真正嚴重 因為我們這裡有兩百多萬 跟萬華是整體性是包在一塊的 所以萬華的很多的工作者 都是新北市的市民 完全有七個橋的連結 所以這樣子才會造成新北市 這一次淪爲重災期最主要的因素 其實萬華的生活反而比新北市更密集 因為七個橋連在一塊 所以其實萬華就是新北市的一部分 可以講生活 起機 作息都是一部分 所以我們因為萬華 大家一起面對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大家要更努力的 把這個問題做解決 這是我跟總統報告的整個疫情的狀況 當然也提到 希望疫苗的整個 在分配上能夠考量戰略思維 對新北對雙北 大家用戰略思維來做好部署 希望能夠有效的控制疫情 好 藍綠綠維其實都有人提出 是排富或是不排富的情況之下 普發一萬元引發討論 台北市長柯文哲連兩天他都炮聲隆隆 他今天也話更重喔 他更直言 政治不要只會開口喊架 也不要只會做圖不會做事 帶你們來看 其實這有時候是這樣 應該要認真做事 不要認真做圖 其實我昨天大概網路上看一看 那種 那種帶風向又跑出來 其實這樣 防疫紓困振興 其實更精確要防疫紓困 轉型 防疫當然這個我們醫療專業還好 就是目前台北市的防疫 我想 就一步一步 穩定下去 應該是解決 紓困這一部分 其實要分個人紓困跟企業紓困 我倒覺得是這樣 政治還是要想好再去做事 你現在那個 12歲以下學童也發了 12到18歲的特教生也發了 還有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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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計程車司機、農漁工 發了一大堆 我看一看他好像已經發了 563億 已經發給了363萬人 你現在如果還要再發一次 請問是 再跌上去還是怎樣 還是有發過的不用拿還是怎樣 搞不清楚 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政治還是要誤實 不要亂喊價 像剛才那 像昨天講那個題目 如果不分青紅皂白 每人給1萬你知道 2300萬人 每人給1萬就是2300億 這個 這可能嗎 我不曉得 而且這個還沒有牽涉到 什麼產業的轉型 產業紓困 那些都沒有 都沒有講 所以我覺得結論是這樣 紓困當然是要紓困 要做 可是我覺得這樣 不管是政府或是立法院或怎樣 大家不要亂喊 亂話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想好一遍就做 一般來講 只要中央不要太離譜 其實我們也不會講話 我也是乖乖去做 但是 想好就好 不要亂喊一個價